重点来了 要如何介绍我们的宝宝们给我们的狗狗们呢? 确保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Let's see 在你知道有宝宝以后 第一 你就要开始让狗狗习惯这个事实 你可以开始让狗狗习惯有小婴儿和孩子的环境 再来 一定要早点让狗狗习惯一些平时和小宝宝的生活作息 比如 换尿布啦 喂宝宝啦的挤动 甚至推坐空的婴儿车 兜狗的一些画面 在这段时间 也可以开始播放小婴儿的声音和小孩子哭的声音 让狗狗习惯 最后 宝宝出事以后 记得要给你的狗狗介绍 宝宝的味道 因为狗狗的嗅嗅非常灵敏 他们能够记住所闻过的味道 所以让他们闻宝宝宝的毛巾啊 能够增加他们对宝宝的熟悉感 一些简单的提示 第一 如果你需要离开宝宝去听电话 你必须带着其中一个 第二 每天至少要和你的宠物一堆的训练和完十到十五分钟 让他们能够知道你没有忽略它 第三 确保你的狗狗 有它自己的休息的位置和空间 一个它觉得最舒服的地方 这样 它能在这个地方找到安全感 哇 听一下管用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吧 所以观众朋友们 跟着以上的做法 来好好教育你家的宠物哦 我们下一个 produktions的第一个 一量的食品 对不来这些 处理的食品 很贵的最后 下一个草屠的 一量的效果 要是别的 万人一名的 在星期间 与星期间 对不来 我的BIRKITS 同時的照片 你的可愛的BIRKIT 和分享這個影片 我們會贏的TOP3WINNERS 跟最多的LIKES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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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跟朋友 拜拜 Yuppie Global Pets 在1994年 在1994年 Yuppie Global Pets 在1994年 Yuppie Global Pets 在1994年 現在正在隱藏著 互相當中的 互相當中的 各種類似的 互相當中的 食物 和食物 互相當中 Yuppie Global Pets 在1994年 一群的 互相當中 互相當中 他們繼續 為不足的 互相當中 互相當中 他們的 互相當中 一些最新的 最新的 互相當中 這只能夠 成為 信心 他們的 互相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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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當中